挖一勺隐形荧光粉 倒进可乐水里 搅拌一下 制成暗黑汽水 用手指舔一下 在搁桌子上画一道符 经过紫外线灯照射 瞬间显现出一张笑脸 接着男人将铜笛浸在汽水里 用嘴吹干后 放进戒指盒内 在快递给博物馆馆长大花 大花酷爱收藏古壁 他从未见过这种铁 对此喜爱有加 但他没想到的是 古壁上的隐形荧光镜 已经沾满他的手指 馆长巡查保险库 在键盘上输入密码时 荧光记已然留下 殊不知 此时已经掉入 铁柱精心准备的陷阱中 铁柱乔装打扮成维修工 以检修保险库线路为有 大摇大摆地走进国务馆 随后来到厕所 扒掉身上的狼皮 露出里面人模人样的戏装 铁柱着急忙慌地赶往酒会 随着馆长和别人打招呼的间隙 趁机接过他的酒杯 装作没事人一样 转身就走 来到走廊 倒掉杯子里的香槟 拿出一块抹布 包裹住酒杯 与此同时队友大强 在博物馆大厅溜达 他手持摄像机 看似在到处拍摄 实则是用上面的墙脉冲光 触动温度传感器 引发报警 随着博物馆250号掌柜的警报响起 里面放着的大鹰博物馆目录 瞬间就被全自动防盗系统 收回运送到地下保险库 大强趁乱溜进博物馆机房 用小机枪钻开电线管 然后将微型摄像头插入管内 连接到博物馆的监控线路上 很快监控就被破解 另一边铁柱躲进厕所 从工具包里 拿出指纹提取剂 滴到白棉球上 然后将塑料袋密封 加温 两分钟后 酒杯上便呈现出黄金色的指纹 铁柱立即戴上人皮手套 对准指纹轻轻一摁 成功获取馆长的指纹 接着他通过指纹识别 进入通往保险库的电梯 用紫外线灯 在键盘上找到密码 大强用电脑分析处 密码的正确顺序 随后铁柱在键盘上输入密码 保险库大门瞬间打开 他小心翼翼地走上前 抽出里面的大英博物馆木 随即卷起来 装进塑料袋 仪器磕成形如流水 铁柱迅速离开博物馆 殊不知 大花早已等待多时 因为他也好奇 大英博物馆的背面 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藏宝 这张价值十亿了 大英博物馆目录被倒 铁柱用棉签头 在柠檬果肉上反复摩擦 等棉签沾满柠檬之后 再将其涂抹在目录背面 因为铁柱计划用预检显色的原理 辨别大英博物馆目录上 到底有没有神秘的藏宝 可等了俩小时 一点变化也没有 一旁的老头看不下去了 你们要不用嘴试试 下一秒 铁柱和大花同时张嘴 不停地哈口气 果然 经过口臭的加持 大英博物馆目录的背面 竟显现出了些许符号 俩人见有效果 立马拿出吹风机 对着他一通吹 根据上面的九九乘法表 他们发现 这似乎不是藏宝图坐标 更像是什么密码参数 大强用他的小脑袋关 一通研究 意外发现这些数学作业 竟都是英镑后面的设计参数 铁柱利用放大镜 在纸壁背面 发现时钟上的指针 停留在下午3点21分 三人立马赶往中楼 恰巧时钟上的纷针 正好指向21分的位置 此时阳光下中楼塔间的鞋椅 映在一面普通的砖墙上 铁柱迫不及待 窜到砖墙跟前 果然在上面 发现了德拉克马标志 随后铁柱掏出 随身携带的小匕首 滑掉水 很快从砖缝里 找到一副60年代的蛤蟆镜 铁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心急火燎地打开 大英博物馆目录 好家伙 背面竟显现出一副5D立体图 随着镜片颜色变动 俨然跳出万能元素 咱就说这古代的隐藏技术是真好 很快这个消息不禁而走 第一个找上门的 竟是自己的死敌老王 老王和铁柱一样 都是喜欢寻找宝藏的摸金效果 这个恶灵骑士做事不讲武 他敲摸地绑架了铁柱的队友和他爹 以此要挟铁柱带他一起寻宝 无奈 铁柱只能妥协 他从万能元素中 找到藏宝地底 随后众人踏上寻宝之路 他们能顺利找到富可敌国的宝藏吗 男人抄起五米长的大板锤 光荡一下砸碎强盗的墓碑 强盗干枯的骨架说 我谢谢你啊 评论区打出谢谢 你就有机会得到数不尽的财 众人发现墓穴里还别有洞天 莫非宝藏就在墓穴的尽头 铁柱被迫率先爬进通道 顺走墙上的火把 钻木取火 将其引燃 探清墓穴内的环境后 木梯早已岌岌可危 尽管大家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可还是有倒霉的佩爵 第一个掉下深不见底的黑洞 佩爵下线 把主角搞得人心惶惶 果然下一秒 主角脚下的楼梯也开始断裂 铁柱和大花瞬间以八十脉的速度 框框往下掉 危急时刻 一根棍子帮他们倒过一劫 我就说主角肯定是有惊无险 就在他们命学一线时 铁柱老爹扔出一根麻绳 将二人顺利救下 铁柱试图劝老王 我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 也能找到宝藏 随后把铁柱一行员丢下 他们升空了 铁柱不能坐以待毙 他开始仔细观察周围环境 果不其然 主角光环总能找到隐蔽的机关 话说老王是不是丑 跟着铁柱能吃香喝辣的 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 很快他们打开尘封了二百年的石门 巨大的石洞内 遍地都是价值连城的古董文物 这是要发呀 可问题来了 这些财宝要怎么运出去呢 铁柱又发现了角落里的楼梯 让我看看这是通向哪儿 嗨 你别说 这不是刚刚砸碎的墓碑隔壁吗